哈喽,大家好,我是杰吉社 今天我给大家普桃一部作品 它是2017年史上最尬的作品之一 而且还是终日合作 亮开花,亮开花 不管是画面还是剧情 可谓雷人至极 没错,它就是大名鼎鼎的 魅力英雄 点开第一集,扑面而来的就是 是一样的OP 你看看这个脸 一定是神剧,没跑了 故事一上来就是男主一顿装逼 为了证明男主有多么的牛逼 这三个GM在一边疯狂吐槽 然后一个GM就说男主赢得不漂亮 嗯,一个人碾压七支队伍 这还不行 非要读得人家全口音乐全吗 只见一个拿劲的GM突然就出现在男主的面前挑衅 反观男主 看他笑得像个低谣 我就知道 要出事 不出所料 GM也被男主放倒在地 本来我以为 GM会恼羞成怒和男主大打出手 然而 你他妈在逗我 你这哪是看着不爽 你这是来送装备的吧 最后简单的让现实中的人物对接了一下 男主对B王 玉姐对玉姐 魔力对狼人 肥宅对 尼玛 这则组对肥宅的怨念是有多大 太尼玛真实了 随后解释了男主的真实身份 男主是顶级联盟连续五年的MVP职业玩家 被陷害说开挂无奈 被迫退役 今儿又带领新人打算承登巅峰 嗯,这熟悉的味道就差一句 故事来到了第二集 解释了游戏的终极目标 这个游戏世界的终极任务就是 收集七宗罪 打败最终BOSS 按照惯例 男主一心人又受到了伏击 你这不就是让男主强行装逼吗 这是一个狙击手要偷袭狼人 当然这一切都没有逃过男主的眼睛 只见男主砍翻了一个敌人 敌人的剑飞到了天空 落下来竟然猝死了狙击手 我能说什么 那是真的牛逼 男主轻松地解决了正向的敌人 这时一个白毛钻了出来 糟了,是敌人的替身攻击 话说这人怎么越看越像哈萨基 男主的队友也赶到了教堂 看到了神父 愉悦吧少年 看到了这个神父 再加上七大罪的射顶 莫名有点像沸腾 不管了,一定是巧合 另一边男主和白毛也进入了白热花的战斗 只见白毛使用了飞镖 然而毫无卵用 男主却在一边搓起了大招 快看他要放大招了 你妈实在是太尴尬了 有点看不下去了 随着神父愉悦地变身 男主和白毛不知道怎么就打到了现场 我千算万算也没有算到 白毛的名字叫 我想自来也听到了这句话 估计都会被欺和吧 众人一顿疯狂说哭 结果对面的boss有超速再生 收效甚微 原来是双马尾JM在其中做了手脚 一般的队伍遇见这种情况肯定就完了 但是我们的男主是谁 那可是比外挂还流鼻的男人 男主策访的自来也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你瞧瞧这说的是人话吗 终于进入到了大结战 别人都在血拼 男主却选择刷小怪点技能 男主正在打小怪的时候 其他的小队却被三个人秒杀了 原来这三个人是体现男主小队的队员 这次来的目的就是打败男主 为了体现这三个人的强大 还用了一段侧面描写 你尴尬吗 反正我已经尴尬了 你以为这就是尴尬的吉祥吗 哼 你把制作组想的也太简单了 哇 操 这是什么啊 我觉得这段可以这么玩 当我认为这是非常尬的战斗 我才发现 它竟然是这部番的战斗巅峰 没错 之后的战斗连动作戏都没有 所以这一段就是这部作品的巅峰战斗 看到这里我突然失性大发 看着战斗美如画 本想吟诗 怎天下 奈何自己没文化 只能卧槽 好尴尬 随后男主一个舌体走位 加战争战踏 原理我就不解释了 反正一招就把黄毛给灭了 剩下的两人也被男主的伙伴干掉了 话说你们这些职业的连个路人都打不过 真接而丢人 终于到了最后的boss之战 出来的竟然是男主原来的账号 换句话说就是 我打我自己 然后GM就开始了内讧 正在互相嘴炮的时候 突然就被一剑刺穿了 嗯 我该怎么形容 俩字 精彩 原来这个人就是之前的黄毛 双马尾GM让他开启了男主以前的大号 GM被吸收了 于是真正的大战也开始了 那你 众云的攻击经验全都无效化了 原来吸收了GM的黄毛 篡改了系统 这还怎么玩 于是男主机智的带着几个人 逃到了地下 这都看不出来的黄毛智商有多低 我就不用解释了吧 逃到地下的男主倒出了实情 你马超威 还说你不会武功 剩下的节目帮男主续费了外挂 男主和开着自己大号的黄毛打了起来 只见大号一个雷攻住我 然后就被男主一拳打死了 嗯 一拳超人 还好他又复活了 然后男主就把剑放在了一边 你没看错 他喵的他就把剑往地上一插走到了一边 嗯 不仅我蒙了 你看对手他也蒙了 紧接着众人放了一个合体戒 哇操超大的螺旋丸 正当我认为会平推过几的时候 你一把变成了一把战斧 正当我认为还会过几句的时候 哇操你就这么死了 最好玩的还是他自己说着 哇操真好看 故事就这么结束了 所以你他妈到底讲了点啥 这部作品崩坏的画面到处都是 剧情也是一塌糊涂 像这种番剧 我只能说 请务必多来几步 最后用声哟们最真实的反应 作为总结吐槽 好啦喜欢本期视频了 不要忘记点赞硬币收藏 收藏过两千 我会更加努力的给大家带来 更好看的视频 所以求你啦 点一个关注啦 当然最好将我加入特别关注 这样你就可以在我更新的第一时间 赶到现场啦 我是翟几 谢谢大家